我們先來看李哲華 來 9月12號郭台銘胸部退場那一天 就是他 他就是那個出來說 國民黨沒有對不起你 國民黨不是蔡奇亞 你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就是他 狠挺制度 狠挺國民黨 維護國民黨的尊嚴 去罵了郭台銘 但沒想到就在選前100天 10月1號晚上突然被拔關 誰拔了關 他是主發會主委 難道是韓國瑜拔了關 當然是黨主席 據了解李哲華的人事案 是由吳敦義親自下令 這根本是廢話 不是吳敦義下令 不然是誰下令 難道是這個蔡令儀夫人下令嗎 我不知道 不是吳敦義下令 是不是廢話 並敢於下班前批准 這就奇怪了 很急 而李哲華 注意 他昨天下午的時候 還以主發會主委的身分 跟曾永泉一起到桃園開拂選會議 結果一回來 他就突然間發現自己被拔關 他好像很狀況外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被拔關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因為他罵郭台銘罵得很兇 所以被拔關嗎 還是因為 來 我們不要告訴你了 因為吳郭會要有譜了 所以要有人出來祭旗嗎 讓郭董欣 我不知道 這是媒體的報導 我只能這樣子去推敲 讓郭董心情好 然後罵我罵那麼兇 先把他處理到 再來跟我見面 真的嗎 處理到跟你見面 馬上處理他 把他關 然後等著跟你見面 如果是這樣 吳主席你在想什麼 你到現在還巴望著 郭董在捐你一些什麼嗎 佑正我們在場有七位人 還有我們的很多攝影大哥 但是我們評論的我們只有七位 大概只有我們三位可以講話 就是輝文我還有你 因為其他的四位 他們有苦難言 他們講不出來 但是我還能講一下 不行 我要逼他們說 對 我覺得 我們要把真相追出來 對 我覺得 要有真相才有正義 這個老實說的 這個真的是很有趣的 對 要有真相才有正義 所以我們想聽聽 我們這個國民黨的好朋友們 他們提出來的這個想法 不過我還是想強調一下 國民黨一個文傳會很重要 文傳會是負責輿論戰 新聞戰 但是目前國民黨的 輿論戰 新聞戰確實很弱 文傳會 我以為不在了 我以為沒有用 所以文傳會確實很重要 但是目前來講 文傳會的作戰能力 真的是不夠強 火力也不夠旺 但是那是國民黨內的交互事 我們只能夠在旁邊觀察 然後給他說你們的火力太弱了 另外一個就是主發會 主發會太重要了 主發會坦白說如果瞬間 我賴一圈去幹 我一百個不合格 我的分數大概是零分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主發會的主委 他的主委 他本身的人脈要非常雄厚 他要非常清楚 全台灣各省份的派系 人馬誰是誰的人 太複雜了 對 他的人脈要很雄厚 而且他還要有威 而且他本身對於整個地方的 跟中央的 還有人跟人之間 派系跟派系之間的 他要掌握到非常的精準 而且他每一次一出手的時候 的力道要超到好處 因為國民黨的地方 黨部的很多很多 應該講是絕大部分人都是義工 是沒有錢的 沒有拿錢的 沒有拿錢的你要動員他出來 這個工作不是容易做的事 你要你各地方的黨部 他的這些領導人 他都是各個社團的 有影響力的人 這些社團有影響力的人 他本身其實是自己 就有自己的力量 但是你要他為黨部 要為地方或是為各方面 他要站出來 這不容易的事 好 那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所知道沒錯的話 李哲華應該是 屬於曾永泉系統的 應該是屬於曾永泉系統的人 所以是不是吳敦義才 要曾永泉親自來處理這個事情 要曾永泉趕回台北 來處理這樣的一個人事案 那現在有國民黨內的 有一些青壯派的年輕人 他們說要黨中央 也就是吳主席 把這個事說清楚講明白 我覺得這個太奢求了 因為吳主席絕對不會說清楚 講明白 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不會講清楚 講明白的 對 他絕對不會講清楚 但是又有一個謠言傳出來 說是不是跟夫人派 跟婦女部 跟這個青年部 彼此之間有矛盾 因為剛剛我剛剛舉的那一位 就是青年部的領袖 那他是不是跟婦女部 彼此之間 那婦女部是不是跟夫人派之間 有一些矛盾 據說都是在傳說 好 所以還沒打仗 剩下100天不到 這麼管這麼重要兵服的 主發會人士突然間被拔下來 拜託 國民黨 會不會跟郭台銘有關 我覺得這方面 社會輿營一堆要處理 我跟各位說 不管跟郭台銘有關 還是跟夫人派有關 你現在這種選情 還在搞這種事情 基本上不管什麼原因 就夠爛了 就夠糟糕了 就夠糟糕了 如果是跟郭台銘有關 那更糟糕 人家把你洗臉洗成這樣 你還要繼續拜託人家 我打小孩給你看 更糟糕 來 黨內人士 據說理智話不重要了 各位 現在焦點在郭台銘身上 郭台銘跟吳敦義 你們又要幹嘛 4月17號之前搞不夠 4月17號那一出還不夠 你們還要再搞一出 換於3.0 4.0 5.0 6.0 7.0 現在8.0了吧 你還要再搞這一出嗎 來 據說黎哲華早就被監控 發言被限制 因為罵郭董罵太雄 哪一天可能會說 陳輝文發言被限制 王宥正發言被限制 因為郭董 我們監督他力道太強 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嗎 來 事情發生之後 郭董那邊馬上有說法 說這個吳跟郭 都有見面的意願 什麼時候你又跟我說 又有見面的意願了 本來都說沒時間 不是恨死了嗎 不要再勾勾叮了 不要再煩我了 我好煩 現在又跟我說 你有見面的意願了 現在是怎樣 初一時五月亮不一樣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你 你什麼時候又有見面的意願了 你可以告訴我嗎 這個前輩 然後現在已經進行 還進行作業了 所以吳敦義 你私底下跟郭董罵民 一直搞來搞去 然後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打一個李哲華 人家出來講說 對 很好 我們現在可以見面了 從退黨過程中 可以感覺出來 吳對郭的位留是出於善意 人家那時候中常會位留你 你講什麼 不要煩我了 我就不要了 我不可能回國民黨了 沒有了 現在又說是出於善意 然後李哲華被調換 那是國民黨的交往事 不關我的事 對 但是你的這一切 跟吳敦義有見面的意願 已經進入作業 吳敦義對郭台銘的退黨超有善意 都是在李哲華被拔官之後 才出現的說法 我該怎麼想 那你吳敦義難道你真的是 拔了一個堅持制度的人 只為了跟郭台銘繼續 有任何的勾來勾去嗎 我先講 拍共 來 齊齊 我覺得有部分媒體的揣測 的確是言過其實 你說哲華他被監控 然後發言被先制 我想應該不至於 也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因為終究哲華 以我對他的認識跟了解 他跟吳主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很久了 早在吳敦義接黨主席之前 他就跟吳主席 不管在南投 在地方 或在立法院各方面 就有很多密切的互動 所以他照理來說 本來就是屬於吳主席嫡系的人 今天按照黨的新聞稿的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智庫的副執行長 陳雄文副執行長 因為到高雄去接任副市長 所以也留下了空缺 所以這時候就請哲華主委 到那個地方去擔任副執行長的工作 當然由我們杜建德副秘署長 來兼任主發會主委的工作 這是黨的新聞稿裡面所陳述的 剛剛佑正講的又一部分道理是 因為剛剛老師有特別提到 國民黨的傳統選戰的打法 文傳會跟主發會是兩個最重要的 一個是空戰 一個是陸戰 主發會主委又特別重要 因為他不只是地方派系要了解 對全國各工商團體組織各方面 他都要有一些互動 社團人脈等等的 浙華當然這部分 從吳主席上任之後 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你說選前100天突然主發會主委換人 當然外界會有些聯想 再加上如果吳郭會真的成為事實 在時間點上面的巧合 的確會產生一些聯想 但是我不認為吳主席會做到說 要打自己小孩給外人看 來爭取某些 包括跟郭董見面這樣的機會 對不起 時勤 我打探一下 主發會的主委對選戰比較重要 還是政策會的副主委比較重要 副執行長比較重要 我這樣解讀 如果老師這樣問我 就選舉的實質面來講 當然大家都會覺得 主發會比較重要 因為智庫那邊有好多人 包括執行長 副執行長很多 可是因為浙華是吳主席的嫡系人 他今天即便掛 智庫的副執行長 我覺得主發會的事情 現在雖然由杜建德副執行長 來兼任主委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浙華對於主發會的工作 也一定會繼續協助吳主席的 這個是我覺得有信心的 就是說開頭也許不一樣 但當黨有需要的時候 我覺得以他們中黨愛國 這樣的一個個性 跟吳主席之間的默契 他不會因為接著智庫副執行長 而對於主發會 他可以扮演的角色 或可以奉獻的部分 他會排斥在外 我相信應該不至於 但是專業的分工 還有你的職權的角色的分工 我承認就是說 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即便你是吳主席的人 即便你是黨的一份子 你終究 我覺得吳主席可能他的考量 只是因為的確時機點 假如最近剛好跟郭董又碰面的話 剛剛佑正以及媒體的部分揣測 我覺得這是難免的 因為時機點的確相對敏感 可是回過頭來看 剛剛佑正講到4月3號出選前 我特別有感你知道嗎 假如當時李澤華所建議的 基層希望徵召參選總統的很清楚 如果那時候吳主席真的聽他的話 沒有辦出選 直接徵召當時民意基礎 小組最強大的韓國瑜市長 小組2020 現在結果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 韓國瑜沒有主動參選的問題 是黨徵召你 他也沒有落跑市長的問題 因為是國民黨強迫你選 也不會有郭董的問題 因為不會辦初選 這一切韓國瑜不管他市政的推動 跟現在國民黨的選情 絕對跟現在是不可同日而已 所以我說你站在 澤華主委他過去不管初選前 初選過程當中 確保一個初選的公平跟公開 以及選後的一些發言 都是站在國民黨的角度 為了捍衛中華民國共同努力 同樣的我覺得今天吳主席 他想去跟郭董見面 作為一個黨主席 我可以理解他的苦衷跟他的立場 選舉總希望廣結善緣 朋友越多越好 敵人越少越好 我也希望就像郭辦 翻演的前一陣子所說的 郭董現在已經離開國民黨了 我們希望不能說他身在朝營 但是我們希望他心在漢 就是說雖然已經沒有國民黨黨籍 但是 人在漢營心在朝 更糟 我說假如他真的跟我 人在你家 但心在別的地方更糟 如果郭董跟他的支持者 都還跟我們一樣是中華民國派的話 都還希望共同會 捍衛中華民國努力的話 我真的希望大家在共同的目標下 一起的努力 吳主席的苦心 或說某些觀眾朋友的想法 我可以理解 以前已經很多人講說什麼 趕快讓他們兩個見面 各位你真的去思考一個問題 剛剛講說人在朝營心在漢 人在漢營心在朝更可怕 我是說真的 他今天 好啦好啦好啦 然後背後幹嘛 你都還防不勝防 如果 我是說如果 這件事情或說這層關係是可以修補的 早就修補好了 不會等到現在 就像郭台銘董事長 如果他覺得他會贏 他早就出來選了 我是不是講過很多次 他如果覺得他會贏 他早就出來選了 他一直不出來選 就是覺得他不會贏 所以我就說他不敢選 他不會選 有吧 我很早就講過了 一樣的狀況 能修補的早就修補好了 有必要弄到大家撕破臉成這樣 然後在你的粉絲見面會上 任由你的郭粉去羞辱韓國瑜 完了以後 讓你的發言人 聽你的議員 你的粉絲團 說你們要下架韓國瑜 下架國民黨 支持蔡英文 然後繞了一大圈 大家打得頭破血流 民進黨撿到槍 你們滿身是血倒在地上 再來說 好啦好啦 那我們來見個面吧 這個見面有意義嗎 這個見面還需要嗎 這個關係還有可能修補嗎 所以在這個時候 不管是吳敦宜主席 或是郭台銘董事長 你們想要突然間來修補關係 對不起 恕我非常非常的無理 那一定有所圖 你們圖的不是修補關係 很有可能是別的東西嗎 跳過自認委員 你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這個是上個禮拜五 在佑政節目我講 蘋果日報的二版 說馬英九不會再幫韓國瑜站台 這個惡意 我把後續的結果跟大家說 所以你現在就是補課 因為有最新的發展補課 你看9月27 二版頭 馬不會再幫韓國瑜站台 你知道這個消息一出來 多少人在煩動 馬總統 韓市長不是已經報了嗎 怎麼還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新聞的內文是說 未來可能不會再幫韓國瑜站台 所以他內文跟標題其實 你看的這樣是不一樣 就是惡意 結果這個大家都認識 這個馬總統 去參加路跑 隔兩天去路跑 記者就問馬總統 有在考慮為韓國瑜站台嗎 馬總統親口回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講了兩次 那有人做假新聞 沒有問題 他們引用的是蕭旭成 當時接受廣播訪問的時候 其實話都沒有變 只是加了那種惡意的標題 沒錯 馬總統當然沒有問題 馬總統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佑正講 禮拜五的時候講說 我相信馬總統另外那個 但是佑正 你也知道我的這個龜毛 你看一下這個時間 9月27的日報 9月29馬總統路跑的時候 去否認蘋果 以我的龜毛覺得 其實我認為在9月27中午之前 馬辦就應該告訴大家說沒這回事 這樣子對韓國瑜的傷害 對馬鈴九的傷害可以降到最低 你27到29這發酵兩三天 我覺得都 美乎 這個可以再更好一點 雖然馬總統願意站台 也謝謝馬總統 但是另外一個就不一樣 這是吳主席 他後來因為郭台銘不是說 不要勾勾笛嗎 他批了讓郭台銘這個黨籍 就註銷 離開國民黨了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廢話 吳敦毅說 國民黨的立委 也還需要他的關心 關心什麼 他都已經要跟柯文哲 一起拚立法院 還要拍定妝照 一起合掛招牌 到底要關心什麼 你真的需要郭台銘的關心嗎 還是說你需要郭台銘的選票 我拿一張照片給他 不要這樣子 有 好 優正你自己算一下這幾個人 這是郭粉在台中辦的 一個快閃活動 要聲援郭台銘 叫郭台銘兼職要選總統 你自己算多少人 這個沒有狼緊 因為就這麼多人而已 這沒有狼 如果狼起來就不好看了 這個是我去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的照片 自由時報寫說大概10個人 這個舉牌10個人 所以真的是需要郭台銘的選票嗎 我請問你 還是你需要郭台銘的鈔票 講清楚 講清楚 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需要郭台銘關心的單位請舉手 你就告訴他說 我需要郭台銘的關心 因為你叫政黨政治 你最清楚了 如果今天郭台銘 去幫柯文哲的民眾黨站台 然後在另外一個選區 我去幫國民黨的立委站台 我給他關心 給他關懷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你到底哪一黨的 龍潔 還有 點 剩下 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